十一娘 师父 十一娘 天大的好消息啊 看您这个样子 我猜多半是 咱们仙灵阁有大胆生意了吧 比这还要好呢 你知道吗 宫里要举办万寿节 内庭人手不够 要征用民间绣房的绣品 咱们仙灵阁因为记忆精湛 有了初选资格 这几天 要抓紧绣一幅绣品沉进宫里 那若能被选上 咱们仙灵阁就能因此 名阳天下了 到时候仙灵阁的刺绣记忆 就能广为流传了 说得是啊 既是皇帝诞辰 总该好好想想 绣些什么吉祥花样 对了 快把谍稿拿来 咱们得好好想想 绣些什么 给我 你看看 绣哪个好 这个好不好 麻姑献兽怎么样 关衣莲花精也可以啊 这两个虽好 可要想脱颖而出 还得有个新奇主意才是 不如我们绣一幅百兽图 百兽图 我想着我们用百兽图 做底稿 制一幅历史中堂 与前人不同的是 我们的百兽图中 那一百个小兽字 各有千秋 字体各异 无一雷统 其中 转 形 楷 操 等 无所不有 再结合 国往今来 所有名家的字体 取其万寿无疆之意 好啊 这个主意 当真是好 书法刺绣 正见功力 而且绣娘们 也可以一展身手 就是 得找个人好好说说这底稿 简师傅 欧公子 欧公子 简师傅 徐夫人在 这就更好了 负责这次寿宴庆典的是欧立行 正是我大哥 我寻思 此事必须要让你们知晓 他若知道你们参与其中 怕是会生出事端来 对你们不利 多谢欧公子提醒 我待会还要见一个客商 不便久留 我先告辞了 那我送送 好 公子慢走 此次我们会向宫里 敬献白兽图 听闻公子比例看比明家 还想劳烦公子 为我们书写这底稿 不知是否会多有打扰啊 不过是举手之劳 简师傅 你若是朋友 不必跟我客气 如此 多谢公子了 简师傅 我先告辞了 好 好 这幅字真不错 虽然每个字体都不同 却毫无至色之意 浑然一体 无瑕可止 无喜可击 侯爷 师姨娘 没想到你在书法上 竟有如此造诣 丹青书法并非我擅长 这幅字不是我写的 是欧燕行写的 你把他的字带回来做什么 这是刺绣的底稿 宫中正在征集 民间绣房的作品 争选出有品质的绣房 协助宫中 一起做万寿节上 能使用的绣品 仙灵阁准备以此参选 一定要用他写的吗 师傅觉得欧公子擅长单亲书法 特意请他来写 要是另外找人 时间不够 又怕不合适 这字嘛 墨水凝塞 行笔急躁 一点都没有大家之气 随便写几个寿字 就献给皇上 不会过于单调乏味吗 侯爷 您刚刚明明 那侯爷可还有更好的法子 心灵阁的事 你自己听多吧 侯爷 小心点 别把水溅上去 侯爷 在练字啊 怎么样 我写的字如何 侯爷字 那真是行云流水 比例比体 那你觉得夫人 会用我这幅字来做底稿吗 侯爷 我看您宣纸宽光了 我去拿 哎 侯爷 你怎么都不让人通报一声就进来了 什么时候侯爷的书房我不可以随意出入了 侯爷在写什么 没什么 在忙公务 你来做什么 这几日天气甚好 切身想学射箭了 听傅大人说 侯爷从小便习得精湛的骑射之术 不知侯爷 可以车碰教教我吗 你想学射箭做什么 我也想体会一下苏东坡写的 慧婉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的感觉 侯爷 你就屈尊教教我嘛 好吧 走 侯爷好伸手啊 想来在战场上就是这箭无虚发的功夫击退了一笛海盗 保护了众百姓撞我大名军威啊 不知夫人可否听说过一句话 无事显殷勤 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 若无侯爷这样的人 在战场上拼死杀敌 护卫一方安宁 就算这天下的文人默克才高八斗 书法超群 也休想安坐一鱼施展才华 就好像 若无像你这般 绘制蓝心的夫人帮我搭理家宅 我也就无法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保护未明